同学们大家好 前面两个视频给大家补充了一下 关于缺失值和异常值的处理 那下面我们就回到我们泰坦尼克号这个问题上面来 我们先来讲一下MATLAB怎么样导入和分析我们泰坦尼克号的一个数据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给我们的数据集 题目给我们的是两个CSV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命名为Data 这个里面既有输入又有输出 第二个命名为Test 这里面只有输入没有输出 我们需要预测它里面每一个乘客是否幸存 那下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CSV文件 我这里用的是一个CL来打开的 大家看到因为我们这个题目 它最开始是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数据挖掘的比赛 对吧 所以它给我们的这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用英文来命名的 比如说我们的变量名称是英文的 这个就和我们前面我们讲的有一点不同 我们前面我们讲的原委化数据集 以及后面预测的预测众筹是否成功 我们当时给大家的数据 都是以中文命名这个变量的对吧 那我们到手会通过我们MATLAB的导入数据 就是通过导入数据 来把我们这个数据导入到我们的MATLAB里面 那那你这个变量名是英文的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MATLAB 它能够识别这个英文的英文的指标名称 到时候它会直接把它做我们我们的变量名 那如果你是中文的话 我们的MATLAB目前这个版本还没有这个功能 它不能够给我们识别中文 它会自动帮我们生成这样的变量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影响 VAR对吧 VAR然后后面是NAM1 然后后面是编号 比如说以导入这个表格 它的第一列就是VARLAM1 第二列就是VARLAM2对吧 第三列就是VARLAM3 它会自动帮我们生成这样的变量名 那自动生成这样的变量名有一个坏处 就是你到时候你做分析 包括画图的话 你不知道这个变量名 它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对吧 所以我推荐大家 就如果你题目中给你的变量名是中文的话 你可以自己考虑 要不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这样我们MATLAB 它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识别 好 那除了这一个好处之外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前面 当我们这个变量名为中文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说你在导入数据之前对吧 你需要把这个数据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们把一些不需要的指标 可以给它删掉 象征的乘客ID对吧 不需要我们可以给它丢掉 还有我们需要把这个输出 就是把我们Y这一列 在我们前面 我们说要把这个Y最后 Y要把它放到我们最后一列对吧 那现在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做了 就现在如果你这个变量名是英文的话 就不需要这样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MATLAB 它会自动根据这个变量名来进行一个识别 如果是中文的话 你不把它放到最后一列 它到时候会错位 很简单 我们说过 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两个一个cell 它每一列对应的是相同的对吧 那因为我们这个test 这个数据集里面 它没有我们Y这一列嘛 所以到时候 如果你不把它放到最后一列的话 它给我们自动生成的这个变量名 它是它就会错位 比如说这个乘客ID 乘客ID在我们这一个表格 它是第一列 然后它命名为VR1对吧 然后这个是否生存就是VR2 然后这个乘客的这个 呃 所持的票号就是VR3对吧 那如果它是自动生成的话 到了我们test的这里 那这个乘客 它的一个票号就变成了VR2 就到时候就会错一位 这样到时候预测就会出现问题 知道吧 这个就是在我们前面 我们说如果它的变量名为中文的情况下 一定要把这个Y把它放到最后一列 否则就会出错 那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变量名是英文的 MATLAB它到时候会自动识别这个英文的变量名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做这个操作 好 这个是给大家额外补充的一点好吧 当然如果你怕出现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人微的把它放到最后一列 这个也是可以的 肯定不会错好吧 然后这个乘客ID 你也可以把它提前删除 如果你要删除我们这里面的乘客ID的话 你最好是也把test里面乘客ID也给它删除 就是要保证它们是同步的好吧 好 那我现在我就不删了好吧 我就直接以这个为例 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就不保存了 那我现在已经打开了我的MATLAB 首先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更改一下我们MATLAB当前的一个文件夹 那这里可以使用CD命令进行一个更改 我这里直接使用复制粘贴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路径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粘贴到我们MATLAB这个上面 这样的话当前文件夹就改过来了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就有两个数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导入数据的功能 我们点一下导入数据 然后我们先来导入我们DATA这个数据 DATA里面既有输入又有输出 好 等一会儿 好 现在它已经给我们把数据都框进来了对吧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个变量名 因为我们这个文件 大家看我的文件的命名是DATA.csv对吧 所以它这里自动给我们识别为DATA了 假如说你这个文件名是一个中文的 可能它就会给你新建一个变量名 一般都是 一般就是Ucat的那个变量名 那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那我这里就以这个DATA为例 好吧 我就用它默认的DATA 好 然后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还是把这个数据给大家打开吧 我这里就直接用计时门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自动帮我们把这个 变量的名称给我们识别进来了对吧 第一列是这个乘客的 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我们第一列是乘客的ID 第二列是是否幸存对吧 这里这里就是我们原来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变量的名称 你如果不喜欢它的这个名称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修改 那因为我们这个题目给我们的数据都是英文的对吧 所以它自动给我们识别出来了 好 所以接下来 有同学就会做下一步了对吧 就是用我们前面说的 直接生成这个脚本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有一个陷阱 就是我们这里要检查一下这个变量 它的一个数据类型是不是有问题的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课件里面 首先来看我们说的第一列 第一列是我们这个乘客的一个ID对吧 乘客的ID的话 它这里给的是数字型 那这个没什么问题好 第二列 第二列是这个乘客是否幸存 那大家知道0代表死亡 1代表存活对吧 它这里给我们的是数字型 我们最要是把它改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类别型 就是有些 我这里有一个交代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有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数据类型对吧 比如说有文本型 数字型 类别型 还有时间 好 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数字和分类 这两个数据类型 然后数字型比较好理解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类型 有一些分类型它很明显 比如说这个性别男和女 那你这个读取进来之后 Metalab它会自动帮我们识别为分类型 还有一些分类变量 它实际上是用数字表示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吧 我们刚刚看到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乘客是否幸存 它是用0和1来表示的 0代表死亡 1代表存活 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分类变量 而不是一个数字变量 这里大家应该能想一下对吧 能理解一下 说白了就是它这里 0和1没有什么实际的含义 就是没有数字意义 它只不过是一个符号 你可以认为0就代表死亡 1代表存活 它只是一个符号的含义而已 它没有数字上的意义 所以我们这里 我们最好是把这个是否存 就是是否存活给它改成分类型 同样的 我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你填问卷对吧 你用数字1234表示四个选项 那这里我们很明显 这个问卷它的一个数据 这四个选项 你虽然用1234表示 但是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的意义 它就是一个符号 你可以认为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需要把它改成分类变量 就你需要自己手动的改一下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下一个指标 下一个指标 Pclass Pclass是我们乘客所持的一个票类 它里面只有三个值 就是一等票 二等票和三等票 对吧 它这里给我们识别的是数字型 你也需要把它改成分类型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123 它只代表三种票号码 它没有实际的数字含义 所以你要改一下 然后下面一个 下面是我们乘客的一个姓名 对吧 乘客的姓名 那基本上每一个乘客它的姓名都不同 所以我们这里 它给我们默认的是文本型 那这里又有一个区分 就是关于这个分类型和文本型的一个区别 是这样的 通常来说分类型 它里面包含的这个类别比较少 但是文本型 基本上每一个类别 它的这个文本都不一样 那你可以根据这个类别的多少来进行一个划分 到时候我们在建模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在建模的时候 你的模型里面一般不引入文本型的变量 就是如果是文本型的变量的话 因为它里面包含的类别太多了 对吧 所以我们到时候建模的时候 我们不考虑这个变量 除非你自己提取一下 比如说这个文本型 你可以提取它里面一些有用的信息 你把这里面的信息给它提取出来 来生成一个新的变量 这是 这个就是文本型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它 它不能够直接在我们模型里面使用 但是你可以在里面提取一些有用的指标 这个是文本型 文本型和分类型它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这个里面包含的类别的多少 你可以这样理解 那像这个姓名的话 姓名它这里是文本型没有问题 它这个有点窄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把它拉宽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可以拉宽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是性别对吧 性别的话很容易 性别它这里默认的就是男和女 我拉宽一点 男生和女生对吧 性别 那有的时候性别用0和1来表示 如果是用0和1来表示的话 你也别忘了 要把它改成分类型 好年龄 年龄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年龄的话 它这里用的是数字型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它代表的含义 它代表的是我们乘客 兄弟姐妹和配偶的数量 那这个是数量的话 数量的话 我们一般用数字型表示就可以了 除非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它包含的数量比较少 比如说包含0个或者1个 像这种的话 你有时候也可以把它当成分类型 那像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里面 它可能它包含有多种可能 所以我这里 我就用数字型来表示 好下一个指标 下一个指标是乘客 父母和孩子的数量对吧 乘客父母和孩子的数量 那这个我也用数字型来表示 因为它是个数嘛 一个两个三个0个对吧 好 所以它这里默认的是数字型 下一个 下一个是乘客的票号 好那这里注意一下 我现在不小心点了一下这个 到时候我再来教大家怎么样把它复原 好我先不用管 这个就用我前面教给大家的对吧 你选中最左边这个数据 然后按住Ctrl加Shift键不动 按一下右再按下下 它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全部框选出来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票号 这个票号里面 它不是很规律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的是英文和数字的组合 有的是全数字对吧 所以这个票号的话 你最好是你把它当成文本型 这个票号 这个是我们票号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 还有两个 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不小心又点了一下 再重新来一下 选择这个数据区域 Ctrl加Shift键不动 再按下下 好 再来一个乘客它的一个 所在的一个船舱对吧 所在的一个船舱 那这个乘客所在的一个船舱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有很多缺失值 对吧 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文本型 也可以把它当成分类型 我这里就 我这里就把它当成分类型 为什么我把它当成分类型呢 如果我把它当成文本型的话 像这些 因为它里面有缺失值 如果把它当成文本型的话 像这些缺失值 它会给我们识别为空的支付串 到时候你统计缺失值的话 你就统计不出来 你就统计不出来 所以我这里把它识别为分类型 识别为分类型的话 到时候统计缺失值的话 它就可以给我们统计出来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用意 可以说 然后最下面最下面最后一个指标 最后一个指标 代表我们乘客 它的一个登船的一个港口 对吧 那这里面只有三种类型 S C和Q 然后里面有缺失值 很明显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分类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把数据导入进来之后 一定要能工的去检查一下 每一个数据 它的一个类型是否证据 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强调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下 导入数据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点生成脚本 对吧 我这里点生成脚本 然后把这个 把它给我们生成的代码 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之后 接下来你只需要 我们把里面的一些注释 你可以去掉 然后接下来你只需要运行 我们这个代码 它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数据导入进来 我们来试一下 全选然后运行 好 大家可以看到对吧 它已经帮我们把我们数据导入进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导入进来的一些 这些数据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就有打开我之前写的这个脚本 我之前写的这个脚本 它里面的注释比较详细 大家课后复习的话比较方便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我们自己导入进来的这个数据 对吧 我们导入数据的这个代码 那通过这个代码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数据导入进来 然后这个课件里面 我也给了给出了每一个指标 它代表的一个含义 大家忘了的话可以在这里查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MateLab里面关于表格的一些常见的用法 那有 我之前在上一个视频也说过对吧 表格在我们MateLab里面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我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些 它里面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操作 首先 第一个函数 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这个表的前十行 这里面 这里给了一个十对吧 十就代表我查看前十行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值 比如说改成五 就表示查看前五行 那大家可以看到对吧 你现在就不需要手动的点到我们这个工作区来查看了 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MateLab里面来进行一个查看 然后我们下拉一下 然后这里面也可以左右调整 左右拖拉对吧 来进行一个查看 然后你还可以使用我们Summer函数 Summer函数就是我前面教给大家的 你把这个表格给它输入进来 它就能够给我们返回我们这个表格里面 各个指标所对应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们这个乘客的ID 大家可以看到 乘客的ID就编号对吧 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891 然后乘客是否幸存 乘客死亡的人数是549人对吧 然后幸存的人数是342人 那像我们它因为到时候它是一个分类问题 我们要预测乘客是不是死亡 你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样模不平的问题 那一般它这个 它这两类的差距没有达到两倍 我们一般不认为它是一个样模不平的问题 好吧 所以这个是 对我们各个指标的信息进行一个查看 就用Summer函数 然后包括这个PE class 就是我们乘客所持的一个票号 那持一等票的有216个人 二等票的有184个人对吧 然后其他的 然后这个乘客的姓名 因为是一个支付串 所以他没有给我们输出信息 然后乘客的性别 有314个女性 然后577个男性 然后乘客的年龄 它是一个连续型的变量 那最小值是0.12 就0.12岁 应该是婴儿对吧 然后最大的年龄是80 就表示里面年龄最大的那个人是80岁对吧 然后中位数是28岁 这里有缺失值的数量 缺失值有177个 就是在年龄这里面有177个缺失值 那后面我就不带大家来看了 这个就是沙漠流函数它的一个作用 能够给我们返回各个指标的信息 好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函数 HID函数 HID函数就可以用来返回我们表的一个高度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表是一个891行12列的一个表格 对吧 那它的高度就是891 Z的891也代表着我们的样本量 就是我们有多少个样本 那我们把这个给它复制给大N 大N就代表我们的样本量 好 然后下面还还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们这个表格它里面的一个属性 我给大家看一下 Data.proportage 它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体 这个涉及到我们MetiLive里面的一些 比较就是比较基础的知识 就结构体的知识 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获得 我们这个结构体里面 我们这个表格的变量 我们变量的名称 它这里有一个变量的名称 对吧 我给大家来输出一下 怎么样去取我们这个结构体 它里面的信息 那我们就可以用点 我们用点就能够取到它里面的信息 好 那下面我们想得到一下 就知道一下对吧 我们这个表格它的一个变量的名称 那我就可以用点来得到 里面有一个字段 就是我们变量名 我把它取出来 这个就给我们返回了我们表格里面对吧 我们这个变量它的一个信息 那上面这几个几个函数 就是我们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怎么样去看一个表格里面包含的信息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几个用法吧 大家可以把它记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把这个表格给它读入进来之后 我们进行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 对吧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表格包含的内容 然后看了一下每个变量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表格里面 有没有异常值和缺失值 好 那我这里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通常来说 我们一般不需要先来考虑 我们数据里面包含异常值的情况 除非我们遇到了下面这几种情形 首先第一种情形 就是题目要求我们说 你现在数据里面有异常值 你要给我把它找出来 这种情况下 你再来考虑去找异常值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有一些指标 它里面的数据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它不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想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乘客的年龄 对吧 乘客的年龄如果出现了一个负数 那出现了这种情况 对吧 你很明显的这种错误 你就可以把它找出来 还有我们这个父母孩子的数量 那比如说有一个数据是100 很明显不可能有100个对吧 那像这种也是一些很明显的错误 你再来把它找出来 那除了这两种情况外 还有第三种情况 就是我们后面 假如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 它的一个预测效果比较差 这个时候你再来考虑 是不是因为我们数据里面存在异常值 那除了这三种情况外 一般我们就 一般我们是不需要去考虑 这个数据里面的异常值了吧 所以我这里并没有说 要去不去看一下 我们数据里面有没有异常值 那我们就先来看后面的这个步骤 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 我们数据里面的缺失值 因为很明显 我们在前面视频里面也跟大家看了 我们有几个指标有缺失值 对吧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数据 它的一个缺失的情况 我们来运行一下 首先我们来算一个 我们算一下 我们这个data里面 我们每一个指标它缺失值的一个数目 这个就用我们前面教给大家的方法 用一式明显函数对吧 它就可以给我们返回一个逻辑矩正 然后接下来我们对这个逻辑矩正 进行一个求和 那我这里 我我后面给了一个1对吧 就代表计算每一列的和 每一列的和就是每一个指标的和吗 这样就能够算出我们这个缺失值 它的一个缺失值 它的一个数目 那这里它提示我们说这个缺失值 就是负给这个变量 它的值没有可能没有用到 我这里改一下吧 在下一步会用到 这个是我们这样它就用到了对吧 在下一步我们会用到 这个是我们算出来的 每一个指标它缺失值的一个数目 然后接下来我可以算一下 每一个缺失值 它所占的一个比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共有大N个样本 一共有891个样本对吧 我可以用这个数字 就是我用我这个缺失值的数字 除以891 就可以得到每一个指标 它缺失值所占的一个比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例 我们这里点一下 它就可以弹出来这个工作区 这里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直接在这里看吧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对吧 第六个指标 第十一个指标 和第十二个指标都有缺失值 好我们这里可以用φ的函数 对吧 用φ的函数 我们看一下哪几列有缺失 那我就找一下我们这个缺失 我们找一下这个变量里面 这个向量里面 它不非0的位置的数字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找到的结果就是61112 就代表这三列数有缺失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原始的数据吧 还是用一个效果来打开 然后我们还可以算一下 这三列分别缺失了多少的数据 你都可以算出来对吧 比如说第六列 第六列就是年龄对吧 年龄缺失的比例是0点 就大概缺失了20% 然后还有我们的第十一列 第十一列就是我们乘客登船的一个甲板 对吧 应该是乘客登船的一个甲板 登船的一个船舱 它缺失的比例是77% 那这个缺失的太多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一列给它删除掉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它缺失的比例是0.22% 对吧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只缺失了两个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填充 然后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我们第十一列 就是乘客他所在的这个船舱 它缺失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这个怎么样删除我们表格里面的某一列呢 很简单 如果你是新版本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函数 那我现在因为我用的是2017a的版本对吧 所以我这里用的是这种方法 我就直接让这个data里面的这一列 给大家看一下吧 在命令行窗口 我们data是一个表格对吧 我要取出这个data里面的某一列怎么取 直接在后面加一个点 然后你按tab键TAB 它就可以给我们返回这个表格里面的一些变量名或者属性 那我这里我要我要找到我这个 我看一下 我要找到我 我这里好像已经把它删了 所以我这里好像没有找到 可能是因为我前面已经把它删了 所以我这里没有找到 我重新来运行一下前面的代码吧 重新把数据导入一下 重新导入进来之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ata里面 现在就有了对吧 它里面就有很多缺失值 像这种没有定义的就是缺失值 因为我们当时我们把它导入的是一个分类变量对吧 如果你把它导入的是一个文本变量的话 它这里就不是缺失值 它就是一个空的文本 所以我我当时导入为分类变量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它的缺失值 好 那我接下来我只需要把它复制为空 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列给它删掉 那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现在再来看 就没有这一列了对吧 就把它删掉了 这个就是怎么样删除表格里面的某一列 然后我们前面也说了 乘客年龄 它确实的比例只有20% 我们到时候可以考虑进行一个填补 然后这个乘客登船的一个港口 只需要剩两个对吧 我们也可以考虑填补 好 那到时候我们在下一个视频 我们再来介绍怎么样去进行填补 包括我们怎么样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可视化 那这个视频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主要就是介绍了一下 关于这个表格的一些比较基础的使用方法 以及我们导入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去设置这个数据类型 好 那谢谢大家